由行政院、农委会以及东福中心共同办理的 109年农村再生花莲场成果四季活动 29号的下午是在花莲市自由广场举办 现场有农村再生计划社区展示的特色农产品 文创艺品 并且有社区团体进行精彩的表演 而12月5号也将会在台东的东海运动公园来举办 期盼能够推广花东地区农村的特色产业 展现农村的新活力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及行政院农委会 自101年起积极推广花东地区农村旅游活动 一步步打造幸福花莲快乐农村的愿景 29日下午在花莲市自由广场 举行109年农村再生花莲场成果市集 邀请诸多花东辅导农友展现成果 也邀请社区舞蹈班、家政班等带来精彩表演 透过这些不断地办理的这些活动 刚算了一下我们这边大概有20个社区来参与 那几乎我们整个花东比较有特色的社区都已经包含了 那透过这种活动呢 让每个社区能够展现它的生命力跟它的文化的精髓 那这样一方面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让消费者能够直接跟我们的社区能够面对面的接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社区展现他们的产品 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 那我想我们农洋署、农区分署一直是站在辅导我们东区农民的一个角色 不管是在技术上的协助或是在经费上的支持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东部服务中心能够在行政院方面也能够支持 那我想这个活动我们会继续的跟东府一起来配合 请我们花莲台东地区的两千位相亲 到我们农村去体验我们农村的生活 就像我们农委会我们陈主委说的 这个农村的经济不是只有农作物 还有农村的景观农村的生活体验各方面 除了这个我们有委托我们各项这一些环保团体 志工妈妈、平常这些这个大哥大姐 这个在地方上担任志工、打扫社区 还是说为这个社区来服务 那么也趁这个机会 我们请这些里长、村长还是协会的负责人 邀请来他们来这个体验农村的生活 那另外也是请他们当这个种子 这个宣传的种子 农村再生计划的推动过程中 不仅政府投入资源 民间企业与学术单位也热心参与 不仅提高花洞地区的农村社区能见度 创造农村产业经济活力 也使更多国人到花洞畅游有了新的观光体验 12月5日也将会在台东东海运动公园 举办农村再生市集活动 欢迎民众前往现场参观了解 记得讲方言华林师报导